跟着除了太阳能组件之外 它又一齐搞了一个新的电池能源 即是现在我们用锂电池是吧 那迟些锂电池很快已经是生产着了 又会进一步去到第二个层次的电池 那个电池它们叫Million Mile Spectrum 即是那个电池 因为现在的锂电池差得多又会涨起又会死 最多差六八次六八次而已 即是你的电话那部电会越来越废 现在那些电他们说是差四千次都会无事 非常强劲的 你一部电可以铁一百万公里二百万公里 所以叫Million Mile 即是一部电可以support到你车铁铁二百万公里 那是不需要换的 就算你车烂了这部电都未烂的 他们说这部电有何那么神奇呢 原来它发明了叫vehicle to grid的东西 我上网搜寻全部都是research paper来的 是无人讲过真是做到这些东西 那是什么呢 就是你车和你刚才的powerwall 是可以供电回去电网那里的 因为你的太阳能发电板就吸收了电 就会叉在你的powerwall和你的车那里 当这个用电高峰那时就是六点到十点 因为家用电高峰回家开冷气上网煮饭 开灯看电视就用电最多了是吧 它就会在你的车和powerwall推回电出来给你用 还有给电网的其他人用 你想想这个叫distributedvehicle to grid 即有100万个powerwall和100万个车的时候 一起推电出来就更劲过发电厂 发电厂就不需要可能要两间发电厂的原本 现在一间就可以了 因为另一个峰值用电的人 就用了这些车和powerwall去给电 到大家都睡觉了 半夜那时发电厂就继续发电 就会叉回powerwall和叉回车给你第二日用 powerwall都不用叉住的 可能是早上五点至八点你未起身 未出门口之前那三个钟都有太阳 那三个钟还可以再继续叉到你车那里 等你8点开车出门口的人 刚刚充满电给你用了 另外就是日头整日那么流流长 太阳能又会叉回powerwall那里 变成了发电厂就可能两间变一间 就不需要那么多间了 你亦都可以赚到钱的这件事 因为你在用电贵香港就无了 外国用电高峰的钟数那些电是贵些的 低用量那些电是便宜些的 高价的人就卖出些电 高卖低买或者靠太阳是不花钱的 这个veh2 degree你直接放这些东西是可以赚钱的 亦都很多人讲过我看youtube而已 看youtube其他人讲说他装了太阳能的 太阳能的屋顶和powerwall之后 他们两年就已经可以帮他省电费了 即他两年的电费已经等于安装这套东西的价钱 之后就是免费用了 Elon Musk说过这个太阳能的生意 他expect是跟汽车生意最终是一半一半的 即Tesla的生意50%赚钱是卖车 50%赚钱是做太阳能的生意 所以是非常非常大 现在才刚刚起步而已 MASTERPAN第二部就是扩展到全部不同类型的地上运输工具 即除了现在这些私家车之外 他第一部就做了大货车叫Semi或叫Semi 是货柜车现在已经生产着了 因为他已经解决了这个电池的问题电池的难度 可以support到一个重型汽车 就是这个million mile battery的问题 因为重型的货柜车最好就是他们是定点运输 定点运输即是A点运输B点是fixed了 每次都是那两个位 所以他们上货那天就可以拿来充电 或者晚上可以拿来充电 譬如Amazon、百事可乐或者GE那些最大的corp 就可以用光他们这些车 因为他们是非常有schedule 原来货柜车最贵不是买辆车 最贵是油费 因为货柜车是长年累月都在路上行的 你用了十年后原来买辆车是小数 油费是大数 如果大家都听过如果用电 电池的洗费和油的洗费是大约十五个percent左右 十五至十个percent左右 即是你省到八十个percent的电油成本 你计算的数是便宜过用汽油很多的 不是电油汽油很多的 然后它又出cyber truck啦 即是出轻型货车啦 只欠哪个未出呢 就欠中型货车未出而已 那全部只要你砌到cyber truck的percent 上面你砌什么车都可以的 其实你砌个十个人坐的车就行 砌个六个人坐的车就行 同一个percent可以做到很多事 大家留意它是无出巴士的 它是在percent里是无巴士这件事的 为何呢?我们稍后讲 第三步它就想实现这个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即是不需要再有人去驾这辆车啦 之前5G都讲过 萧生讲过啦 只要有5G和自动驾驶 所有车都可以拍到好远去行的 然后在路上道路使用率又可以增加两三倍 全部车全世界车数量又会缩减两三倍 因为很多时那些车私家车尤其是 其实是拍停一场而已 譬如你和我坐在那里 你有一辆车我有一辆车 一辆车有九十个percent的时间 都不是在路上走的 如果有自动驾驶的时候 然后呢就会带动到这个master plan的第四步 就是carsharing 就是刚才说的robo taxi啦 就是说这个车的使用率就会大大提高 因为你不需要驾车 车自己在路上走 停车场又不用啦 你又不用个个拍车在等你放工啦 车就可以去做另一样东西啦 所以车的使用率就会大大提高 也都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一辆 即是等于你坐车那时就call uber啦 你call的士啦 你就不需要再坐巴士啦 因为坐巴士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要走到巴士站啦 又要等车啦 接着巴士又要停站啦 又要下车你又要再走啦 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只要发明到一个不需要人驾的汽车 而再做这个carsharing 基本上是每个人出门 就是点到点到达 因为已经无了驾车那人的成本啦 也都无废气排放 因为是用太阳能的这些车 它无电那时自己会回去充电的 整个ecosystem建立了之后 就是一些全部无人驾驶的车 全部都是全部share的 车无电那时就会自己回去充电的 而这些电都是无成本的太阳能的 变成整个汽车业和能源业可以说 都是完全翻天覆地地改变啦 这些中间牵涉到很多自动科技啦 所以再讲多次啦 Tesla不是一个汽车制造公司 是一个科技公司 它做什么呢 它做电池车啦 它发展这个汽车的科技啦 更加efficient的电池 更加efficient的摩打 跟着有自动驾驶的software啦 它又会发展这个自动驾驶的hardware 自动驾驶的AI的chips 是它连那个chips和那个电脑都是自己发明的 即software自己发明 hardware自己发明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叉电系统啦 在路上的supercharger啦 在你家里的太阳能系统和powerwall啦 太阳能系统刚才又讲过这个太阳能的 什么叫太阳能的瓦仔 太阳能的panel 跟着家里的电力系统 跟着就讲到刚才讲的那个 veh2 to grid就是全个城市的电力系统 由汽车和powerwall供电给其他人用 所以它不是一个汽车制造厂 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还有一样还没讲呢 就是它做了这个叫boring company 就是滑隧道都做了 除了整车整太阳能之外 滑隧道都给它做了 那条隧道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跟你现在的海底隧道是不同的 即是它不expect呢 城市是只有一两条隧道的 是很critical的位才起隧道的 它就是想起几百条隧道的 在城市里面 那为何可以做到呢 因为它用电池车 大家无留意隧道是要起到很高 因为要容纳货车和容纳巴士 还有要用抽风系统 为何要用抽风系统呢 就是因为它们的抽风系统 你的汽油车会有非常多的废气 这个隧道是有很多辅助的设备 才变成一条可以给车行的隧道的 这个boring company呢 它的mission就是做一条给私家车行的隧道 就无双层巴士无大车了 因为刚才讲过car sharing 每个人都是坐一辆小的私家车的 每个人都一个可能车比现在的车更小 现在的model s都有五个位 可能将来车只有两个位而已 你们自己坐自己的车仔 那条隧道做到很小的 因为它是行电池车 是无废气的 现在又不需要做这些抽风系统了 第二就是配合它自动驾驶 那条隧道是可以做到刚好是车那么阔而已 多少少位都不需要的 因为人是铁不了的那条隧道 即是你现在做的铁铁是那么阔 因为你给人铁是有margin的嘛 但它做的隧道是完全无margin是自动驾驶的 在里面也可以开到很快 开到200公里都可以 因为是自动驾驶控制的 不是人控制的嘛 它的mission就是不会再塞车了 路上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空间去做这些车路 因为车路可以放在地底 超高速行自动驾驶行 所以还未有很久讲完 还有很多Tesla的东西都未有很久讲完 只是讲了屏幕而已 所以绝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公司 最后讲完啦 那些人经常说其他汽车就是做厂已经catching up啦 即是已经追到啦 所以Tesla就不值那么贵的股价 原来我们看看Tesla在2020年第1季 它的market shareTesla有30% 全部电车10架内有3架都是买Tesla的 那你就要用回呢 那你要说它的股价贵不贵之前呢 你就想想如果全世界的汽车的market 它有30%的market share 它应该价值多少钱呀股价 那只得另外两间公司是比较上追到呢 一个就叫做日产啦 另一个就是VW 它有出Porset有出Audi啦 那两个都是13-11%而已 那留意回呢 Tesla是完全无做过广告 已经有30%的market share 那你想想一个30%的market share的公司呢 只是讲汽车厂呀 它应该值多少钱呀 都未计我刚才讲其他所有东西 那丰田那些就已经是完全放弃了啦 它是做那些叫park in hybrid 即是你现在看那些prius那些呢 你油电车即是入油 它就会叉回电有时又用油 它是完全在EV即是纯电车完全追不到的 Tesla这个价值是否应该无限上升呢 应该很值钱才是啦 讲到这麽好 但最大问题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武汉肺炎呢 基本上所有股票都是跌的 因为大家都不知之后疫情如何嘛 因为现在又反弹了 股市又跌了 疫情反弹令到股市又跌了 所以搞到都不知以后会怎样 世界可能从此经济就一决不振 就永远都上不回来 Tesla其中一个行业呢 因为你整个世界都跌了呢 Tesla无论自己做得几好 都无可能完成它的mission啦 这是第一个risk啦 第二个risk是现在中美对抗 其实某程度上都因为肺炎搞到那麽严重 现在中美对抗可能会冷战或全面战争嘛 突然特朗普说要Tesla不准美国科技再输出去中国啦 Tesla间厂就即时倒闭啦 一定会对Tesla就很大打击啦 但现在都未发生的 大家大家怕会发生这件事啦 即是美国政府一发癫 说要切断所有联系 Tesla就即时收皮啦 所以这两个疫情和中美对抗 就是Tesla的最大risk 是可以突然间overlight就收皮啦 现在就风高浪急 大家就虽然去公司的前景是非常好 但都要控制住码就是这麽多啦 到最后记住提提大家就要加入我的patreon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这些片 我花更多时间去发掘这些资料去讲给大家听 或者我之前有没有一条片是帮到你的话呢 而你又想看我制作更多这些片呢 就要参加这个patreon啦 可以支持我们做这个资料搜集啦 找人剪片啦 找人打字幕啦 找人做什么啦 令到我有更多时间去制作更多非常好的内容给大家 大家多多支持啦 麻烦啦 大家记住现在就卡到下面description box的连续那里 就支持patreon啦 除了支持patreon之外呢 第二个支持方法就是帮我看广告啦 看广告记住就看三十秒以上 就可以帮到我的啦 看完广告之后记住share啦 like啦subscribe啦 和share给别人看啦 今天就这麽多啦 多谢大家